一開始 一上來就是六強 他是在2014年退出了國家隊 但是從2018年開始呢 就重返了大大小小的國際 戰勝了劉丁碩 梁敬坤 周啟豪和王楚欽 時隔19年再奪了全國錦標賽冠軍 那一場 那現在肯定是沒有辦法 和國家隊的運動員來 相媲美的 會讓初次碰上的球員 覺得很不適應 估計不了他的旋轉 還是給我們的這些小將們 包括主力們 上了非常好的一課 有一些擦網 馬龍第一板先是輕拉 尤其是頂尖的男子肖球手 比較少了 包括我們現在在國家隊當中 男隊唯一的肖球手 現在也只有 手都非常的少 一到比賽當中遭遇到 確實不太好打 再衝出去 廖東指導呢 也是國平的一位功勳老教練了 馬龍的球沒有那麼的爆 但是旋轉更強 摩擦更好 對於旋轉和弧線的理解 其實是要更 張第一局是1比3 馬龍輕鬆地拿下 兩個人戰勝水谷筍 3比0 戰勝林荺儒 最後打進了決賽 但決賽是2比4 不敵張本智和 所以暴露出來的問題 在整個國際平壇 是普遍存在的 當然主要的原因其實也是 因為現在確實消球手 尤其是高水平的消球手 不過其實在整個德國 有太多的機會 能上今年的冬京奧運會的 越來越後開始 倒楓 連續地拉反手 慕如 远拉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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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独此一人的这种 反手生交的小球打法 漂亮 这也是 是两分之差 三比四不敌 另一位上海队的老将尚坤 无缘今年全运会 胡云超现在场上 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 打一些发球抢攻 马龙来防守 这样11比2 然后马龙又三局 漂亮 好球 还是晃拉直线 兜的反拉的能力 还是很强的 我们也希望第三局 能够打出一些精彩的 攻销回合 对 对 对 冲中路 压反手 再冲中路 压正手 漂亮 每一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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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拉住中路 反手护一板之后 再冲正手 这落点太好了 哦 加油 哎呦 哎呦 7比1 潘 漂亮 反拉直线 漂亮 反拉直线 拳手 点方两板再冲直线 都是 加油 加油 还是轻拉 这样马龙3比0 战胜了老将侯英超 加油 加油